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吃这个东西最容易致癌,但你每天都在吃,看完赶紧扔掉它。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因食物中毒身亡的人数高达42万,其中5岁以下的儿童更是占据了死亡人数的30%。 这是,平常生活里,很多人因为自己的饮食习惯或者生活习惯不规律,而导致身体出现各种病痛,其中癌症是最为严重的。 现在的人说到癌症都会害怕,因为大家都知道癌症是生命的终结者,是所有人为之色变的大杀起。 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没有人会希望自己会被癌症带走。 离开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 有些人却认为,癌症是纯属运气不好,但却不从自身寻找原因。 患癌症的原因,往往就隐藏在你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饮食作息等等。 一兄弟四人均患癌症,罪魁祸首竟然是他。 在七年里面,五兄弟里四人陆续患上胃癌,可能这件事听起来像电视剧里面的情景,但是这是事实,发生在浙江某医院的真实案例。 这五兄弟是江西人,老大老二在三四年前因为得了胃癌去世了,而老三在去年八月的时候也查出得了胃癌。 医生得知情况之后,考虑到遗传是胃癌的高危因素,建议剩下两位弟弟也做了相关的检查。 结果发现,最小的弟弟也查出得了胃癌。 因此,平时偶尔吃一点食用腌制食品还好,如果长期使用,对身体产生的危害是非常大。 上面几位患者就是例子。 二,这些习惯最易惹癌,赶紧看看吧。 一,过于昏腥。 吃肉确实能补充人体很多能量,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无肉不欢的日子,经常不吃蔬菜水果,一旦摄入过多的蛋白质和脂肪,而小肠又没办法消化,最后只会把多余的营养转移交给大肠。 这些营养素进入大肠之后,就会导致菌群失调,产生对健康极有危害的物质。 常年膜长期受到这种物质的熏染,非常容易走上歧途发生恶变,引起肠癌。 二,吸烟导致致癌。 吸烟的致癌性大家都知道的了,特别是不小心吸入二手烟之后,危害更加大。 坏习惯榜首非他莫属,90%的肺癌患者都是吸烟者。 吸烟男性患上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3倍,女性则是13倍,二手烟也会增加患者肺癌的风险。 三,喝酒导致致癌。 喝吸烟并列第一致癌物的就是酒精,它在体内致癌性可谓是全面开花, 从口腔癌、咽癌、喉癌、食管癌到肝癌,几乎囊括整个消化系统。 而且,酒精和女性绝精后乳腺癌也有一定关系。 四,趁热吃。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署曾经发布一项警告,里面的内容说, 引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影有着一定的致癌风险, 这是因为口腔适宜进食的温度是10到40摄氏度, 超过了65摄氏度就会烫伤粘膜。 平时经常吃烫食物,食管总是反复损伤、修复, 不正常的异形性细胞越来越多,逐渐恶化,最终就成为癌细胞。 五,久坐不动的人。 经常久坐不动的人更容易患上乳腺癌、结肠癌, 无论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或者是退休在家, 长时间坐沙发看电视,打麻将的朋友都要注意。 坐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要起来走动走动,活动腿脚, 去倒杯水,看看远处。 小小的改变能对身体健康减少很大的负担。 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的疾病都和我们生活中的饮食相关, 尤其是有些食物, 医生经常告解千万别碰, 很多人却天天在吃。 三,不能吃的四种食物。 一,人造加工肉食。 如常见的火腿肠、培根、肉罐头等都是属于人造加工肉食, 而此类食物均含有亚硝酸盐物质。 当人体摄入过多的亚硝酸盐, 则会犹发食物中毒, 导致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胸闷气短等症。 累积到一定量食甚至还会致癌。 二,松花蛋。 所谓的松花蛋其实就是长寿的皮蛋, 因其独特的做法和风味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但对于小孩来说, 最好别吃这种东西。 这是因为皮蛋在加工的过程中会加入一种含氧化铅的物质。 如果小孩摄入过多此类物质, 会严重影响其生长发育, 甚至还会影响其智力。 三,腐烂的生姜。 很多人家中都备有较多的生姜, 而如果存放的时间过长, 便可能会出现腐烂的情况。 而当生姜腐烂后, 会产生一种名为黄脏醋的有害物质。 这种毒素对我们的肝脏危害极大, 不仅会引发肝脏疾病, 甚至还会有发肝癌和肠癌。 四,病死的猪肉。 难免有些黑心商贩为了牟利, 将死猪肉掺杂在好的肉中买, 而这种肉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所以,如果买的肉太便宜, 就一定要谨慎了。 二,这三种食物搭配要不得。 一,海鲜加啤酒。 两种食材搭配一同食用, 可能会导致尿结石的形成, 并且还可能会引起痛风, 并引发一系列疾病, 如关节炎等。 二,萝卜加橘子。 萝卜中含有抵抗甲状腺的物质, 但如果吃萝卜时, 再吃橘子等水果, 会导致甲状腺更加肿大。 三,水果加海鲜。 吃海鲜时, 应尽量避免吃葡萄等水果, 因为水果中的肉酸 会和海鲜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 生成不易消化的物质, 导致呕吐、腹胀、腹痛等症状。 四,吃对食物就记住四个一点, 一,颜色浅一点。 在吃东西时, 尤其是在外面吃饭时, 最好不要吃那些看起来颜色十分艳丽的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很多都是下了色素的, 食用后对健康不利。 二,口味轻一点。 对于多数老年朋友而言, 都是非常讲究饮食清淡的, 因为这样也更容易消化, 如果吃得太油腻, 会使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三,品种多一点。 吃的品种丰富可以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均衡, 吸收的营养也更加全面, 还有助于维持肠道的正常功能。 四,总量少一点。 研究表明,饭吃七分饱对于减轻肠胃负担有着重要意义, 可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延长寿命。 五,健康生活小贴士。 专家表示,预防胃癌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腹痛失去了原有溃疡病的规律性, 和平时明显不一样。 二,当发生胃痛的时候, 进食或者服药后都没用,反而会加重。 三,以往胃病发作的时候, 食欲、体重或者是体力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现在却出现食欲减退、 乏力和明显的体重减轻。 四,不明原因的贫穴或持血黑变。 当一个人身体不好时, 习惯从客观因素中去寻找答案, 很少有人证实过饮食习惯这个问题。 在大部分人眼中, 饮食习惯几乎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忽略的问题, 但是暴饮暴食、挑食等这类问题的剑走偏锋, 恰好是很多人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滋补的食物, 尤其是中老年人, 尽量避开一些重口味、高盐食物。 虽然人生苦短, 满足口腹之欲是一件快乐的事, 但是如果因此要牺牲高质量、健康的一生, 未免有些得不偿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